尊敬的各位大德,各位菩萨,大家好 我们继续来看《佛说时善夜道经》 刚才我们讲到《永离贪欲》这一段 那么佛告诉我们 如果能够永离贪欲 就会得五种自在 这个五种自在 第一是三夜自在 诸根具足固 这里讲的三夜 就是指申口意三夜 自在就是说没有烦恼 身心清净 这个诸根具足 用现代话来讲 就是身体各个部位 各个器官都健康 都很安乐 那么这都是我们需求的 怎么样得到呢 只要离贪欲就行了 所以有贪欲 心里有所求 就有苦 苦是从有所求而来的 如果人到无求 品质高 他就自在了 他就安乐 所以要知道 一切法都离不开 因缘果报 前生修财不实的因 这一生就得财富 前生修法不实的因 这一生就得聪明智慧 前生修无畏不实的因 这一生就得健康长寿 所以这不是用贪心 就可以贪得来的 要想需求得到 这些好的果报 必须要修好因 那么在这三种 不实供养里面 最殊胜的是哪一种供养呢 是法供养 普贤行愿评里面都讲 诸供养中 法供养罪 修法供养 功德利益是最殊胜的 所以早年 我们师父在 李师公 雪卢老人会想求学 李老师就劝导我们师父 要修法不实 要学习讲经说法 讲经说法功德最大 这里面具足三种不实 你看财 内财不实 你用身体 用你的体力 来求学 来给大家讲课 这是内财不实 那么你还要牺牲工作 这也属于外财不实 讲的法 让人觉悟 这是法不实 他觉悟了 他就无有恐怖 无有畏惧 他知道任何事都有夜阴果报 他心地安然 这是无畏不实 所以三种不实俱足 功德利益很殊胜 那么去年 师父上人也这样劝导我 我是在澳洲 昆斯兰大学 教书的 那我的生活也很自在 每个礼拜 只用下六个小时课 生活在一个广大的 平坦的校园里面 每天早上跟我母亲去运动 呼吸新鲜空气 回来听听佛法 也生活得很安乐 工作也不辛苦 又很稳定 工资也不错 有房子 有汽车 也都生活得宜然自得 那么去年师父就劝我 要放下 来从事圣贤教育 这一刻 对众生的利益最大 那我想想 确实 让众生觉悟 比我在学校商学院 教金融课程 要好得多呀 这个利益社会来讲 从事圣贤教育的利益 要大得多 所以呢 受师父上的鼓励呀 我也放下 我的工作 辞职 来到师父身边 来学习奖金 这个师父说 让我们十年闭关 寒窗苦读 深入学习经典 先从 如是道三家的基础课程下手 弟子规 感应篇 十三叶道经 在这里扎根 将来呢 学习华言 辅讲华言 所以呢 慢慢的觉得 这样的生活也很自在 虽然香港 真的是封城屠府的世界 那空气呀 这个 这个 各方面呢 确实生活条件不如澳洲 但是呢 得到自在 不是外界环境 而决定 真正断贪欲 不敢说是 这个 断了 你把贪欲扶住 你不起贪心了 真的是身心自在 诸根 安乐 每天 你看 就是学习 备课 每天讲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 备课 我们现在初学 一天至少得花个 六七个小时 去备课 所以时间也满满的 又要听师傅讲经 还要自己煮饭 这个 每天呢 走路 走三十分钟 来回一个小时 帮锻炼身体 清静的生活 虽然在这个 尘销的环境里面 它也能得自在 为什么呢 自不自在 不是外界环境决定的 是我们内心里 只要放下 这种贪囚心 至少对世间 明文力量 要放得下 这就能得自在 心里有一个志愿 以师志为己志 老人家 一生的愿望 就是 把佛法 发扬光大 那我们做 学生的 要把老师的志向 作为自己的志向 要把老师的行为 落实到自己的日常 生活行为 这学老师 要学得像 这个通通 一切法 都不执着 这样子 真正会得到 三业之在 这个经上讲的 将此身心奉尘畅 逝者名为报复 真的是 如果是有宿命通 知道自己的前世 生生世世 在六道轮回里面 受苦受难 真的叫不堪回首 真正是 信蒙 诸佛菩萨的慈悟 让我们这一生又遇到了佛法 遇到了真善知识 为我们开示 念佛法门 这一生有机缘 可以了破生死 可以圆成佛道 这个恩德 无量无边 怎么报答 真的要把自己 身心都献出来 全心全意 从事 圣行教育 佛陀教育 广度有缘众生 这是报复恩 报老师的恩德 所以 如果对自己的身家 财务 不肯放下 那怎么报恩呢 所以你看 《华言经》里面讲 不为自己得安乐 但愿众生接离苦 只是华言会上 每一个菩萨的心智 那我们要学习 《华言经》 那 首先要学这样的一种心态 如果是念念都要为自己 为自己身家着想 那 怎么能够有资格学华言呢 所以 这个首先要断的是贪欲 这个 贪欲得到第二种自在呢 是财务自在 一切愿贼不能夺过 这个财务啊 要知道 这是财不失 这个因得来的果报 果必有因啊 因必有果 所以一切的 这都不是偶然的 那从真正能够深信因果的 想要得到财务 一定要修财不失 那么真正 永远离贪欲 把贪欲放下 那么真的是 你的财务啊 一切怨贼都不能够去夺到 怨贼 那是过去生中结的不善缘的 叫做冤进在主 他为什么来夺你的财呢 不夺别人的财呢 那是因为你钱是欠了他的 他来夺你 那你为什么会欠他呢 你为什么会贪取他的财务呢 你就是前生有贪欲 你要是把贪欲放下了 你才能够啊 得到财务自在 为什么呢 真正放下贪欲的人 他知足 知足就常乐 常乐就自在 哪怕很小的财物 他都自在 他都欢乐 那怨贼拿他没办法了 他所夺的就是身外之物嘛 他夺不走你的自在 夺不走你的安乐 那安乐是从我内心中出来的 跟外界无关的 所以这是真正得到圆满幸福啊 那么真正能够放下贪 这个对财务的贪着 他眼里就没有怨贼了 你怨贼拿来夺我的财务 我本来就要不失了 你来夺正好啊 我就给你 我欢欢喜喜 你成就我的不失吗 我阿弥陀佛感恩你啊 你又给我造了一次机会 让我做功德 多好呢 眼里没有怨贼 像我们昨天讲的那个故事 天下无贼的故事 真的是很有味道 天下无贼的那个主人公 眼里真的他眼里没有贼 遇到了贼 在他眼中都是好人 他就不受贼害 那你眼里看这个人 来夺取我的财宝的 哦 那你自己心里有贼 你看个个都是贼 这叫心住心事嘛 观无量寿经所讲的 是心是这个做佛 那是心就是佛呀 那贼也一样啊 是心做贼 你就是心是贼 那你怎么会自在呢 你的钱再多 你得不到自在 你老怕别人会躲你的 那一天都生活在 忧伤苦恼当中 这怎么会自在呢 要自在 把贪欲放下就行了 那么放下贪欲之后 一切法随缘呢 要做好事 有因缘他就做 没有因缘 我做好事的心没有改变 那么只要有缘 自然他就做了 没有缘他不会攀缘 那个心永恒的利益大众 他真的是得到自在啊 像我们师父上人 你看平时没钱呢 出去出门身上不带钱 真的是两袖清风啊 平生一个 要用起钱来 马上有人给钱 不用他自己去套腰包 他也没腰包 有人供养 这叫真的是他化自在天的 他活在他化自在天里面 他要做什么事 有人去供养 这叫他化自在 这是什么呢 我们师父断了贪欲 真正给我们视线 世尊所说的啊 这个利益是真的 得到财务自在 那么第三个自在是 福德自在 随心所欲 勿皆被固 这个福德 福是果 德是因 你修得才有福 所以这个 讲的是因果呀 那么福德自在是指 他因果圆满 他没有贪欲 他就能够随心所欲啊 他的一切的物质生活 他都封足 他都如意 为什么呢 他无贪 他知足了 他就如意了 那么第四呢 王位自在 真其妙物 皆奉献故 这里王 是这个代表 各个阶层的领导人 那么你真正离得贪欲 你这个在社会中啊 就会受人的爱戴 把你推作一方的领导 或许你是这个一个单位的领导 或者是一个国家的领导 或者是一个宗教的领袖 那一个精神领袖 那都属于王位呀 受到呢 群众的热爱 受到大家的恭敬 那么自然呢 大家会有所表现 把那个真其妙物啊 都拿来供养你 他来奉献给你 那为什么呢 全在你放下了贪欲 你对这些真其妙物 会不会起贪心呢 会不会想占有控制呢 不会 如果会的话 那贪欲没断 贪欲没断 你就不会有这样的果报 所以他真的是啊 这个像无量寿经理讲的 欲誕成其宝 恒懒成万物 随时随地 手中藏出无尽之宝 藏出无尽之宝 是利益一切有情众生 启发大家觉悟 让大家发阿鲁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所以你有这样的一种威德 有这样的一种功德在里面 那么第五个字在呢 所获之物过本所求 百倍殊胜 由于息时不坚济过 那么这是 讲的 这个货是 你获得的 这个货不是指求得 你是无所求 真正这个随缘得到的 那么你随缘得到的呢 比你自己所需要的 要过百倍的殊胜 要好一百倍 要多一百倍 这个百啊 也不是数字 它是一个形容词 表示你无比的满意 为什么呢 你原来没有求嘛 你没有贪心就不会有求的心 没有求的心 样样都好 就像我们现在跟师父学习 那我们也没有 没有任何所求的心 跟着师父学习 我们把工作放下了 把人家羡慕的这些工资啊 这些教授的职务放下 就是来求学 那虽然没有工资 就交不起学费了 但是呢 其他就更不能求了 结果呢 在香港 你看大家对我很好啊 对我很照顾 很爱护我 确实比我所需要的 要远远的超过 对我的照顾 对我的关怀 所以我非常满意 非常感恩 那么如果我们有所求 就有比较了 你看这里供养我 这些东西 那个我是辛辛苦苦的劳作 这个这么难得 我要去大学里讲一门课 一小时他给我六千块钱 现在那个还没有钱收入 有这种心 那那就所获之物啊 你得到的 是你得到了百分之一 为什么呢 因为你有所求 就有烦恼 你永远不知主 你就永远不自在 要自在 必须你得放下贪欲 那么所以 真正像古德所说的 人道无求品质高 那个人品德 从哪里来体现呢 真正放下贪心 就是 这个品德也是自信本有的 人人本具的 谁放下了 谁就有这种品德 这种高尚的清朝 你没放下 那你就没有 就这么简单 你放下了 就能够令人 让人尊敬 你自己的自在 但是呢 得到这种自在 也不要生贪着心 我贪着这个自在 又是贪心 你还是没放下 就是不要放在心上 不要想说 你看我这不是 我舍到工作来这里 这个很难得啊 自己有这个念头呢 左下 左功德下 那还是叹息 那你还没有得到 真正的自在 这个是什么呢 这是我应该做的 那我不这么做 不应该 为什么呢 因为我现在了解了 我现在知道 众生与我一体 如果我不好好 为众生服务 那叫犯罪 那对不起自己 对不起众生 所以有什么功德可言呢 本分嘛 英光大师讲 顿伦进分 这个自己本分 有没有尽到 没有尽到本分 那就犯罪了 那有罪啊 所以不能有啊 这个贪求功德之心 那么所做的这些善业 全都回向菩提 回向众生 那么若能回向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者 厚称佛时 三界特尊 皆共敬仰 那佛时三界特尊呢 三界是指 欲界色界无色界 这是六道的众生 人天都恭敬 释迦牟尼佛 都敬仰 供养 世尊 为什么呢 因为世尊真正做到 永断贪欲 他有这样的一种 殊胜的果报 所以这是讲的 永利贪欲的果报 底下呢 是世尊为我们开始 永利称惠 请看经文 扶持龙王 若离称惠 记得八种喜悦心法 何等为八 一 无损脑心 二 无称慧心 三 无征送心 四 柔和制之心 五 得圣者慈心 六 常做利益 按众生心 七 身相端言 众共尊敬 八 以何忍固 肃生 犯事 事为八 若能回向 阿诺多罗三鸟 三菩提者 厚称佛时 得无爱心 观者 无厌 那么这次讲 世尊开释我们 用力称惠 就会得到八种喜悦心法 这个喜悦心 就是我们常说的 圣欢喜心 法喜 充满 当然我们每个人都希望得到 法喜 充满 都希望得到快乐 那么如果是有称惠 这个快乐是得不到的 那么换句话说 假如我们还得不到快乐 自己觉得自己没有真正身患喜心 每天好像还很烦恼 觉得很多事在折磨自己 让自己胜烦恼 那么一定 这个障碍这个喜悦心法的原因还存在 什么原因呢 称惠 有称惠呀 就得不到喜悦 所以想要真正得到喜悦 那就要断称惠 这个称惠呀 他的时间 很短促 爆发出来很猛烈 所以在这个贪称痴里面 他是个很强烈的烦恼 这三毒烦恼里面的根本是贪 贪而不得呢 那就起称惠了 所以称惠呀 叫毒啊 这个称毒了不得 他对人的这个身心健康有很大损害 你看印光大师的文抄里面就讲到 这个如果有个妇女 她刚刚发了一场脾气 跟她的丈夫吵了一场架 马上去喂奶 扑乳 这个小孩喝了这个乳汁以后呢 就死了 一检查 中毒死亡 什么毒啊 称毒 这种称毒啊 真的像毒蛇的毒一样 真的是很大的杀伤力 所以称惠心有毒 血液里有毒 所以你看伊斯兰教里面的人 他们宰杀畜生 都要祈祷 祈祷完了之后呢 要把那个血放掉 这个是有道理的 因为你要宰杀这个生灵的时候啊 这个畜生因为疼痛而起嗔恨心 这嗔恨心呢 就在血里呢 带了毒 你把这个血放掉呢 就比较好 这个都是他们的经验积累 那么当然了 最好就不要去宰杀嘛 虽然说把血放掉了 那个肉还是会有毒啊 所以那个佛法里讲的 这个嗔恨呢 是一个大障碍 藏住你的善心所 让你的善念起不来 正所谓啊 一念称心起 百万障门开 你这个嗔恨心一起来的时候 人就失去理智了 他什么坏事都敢干 这个什么业障都会起现性 所以呢 这个人如果脾气很大 这不是好事情 脾气大的人 理智就小 所以要控制自己的脾气 让自己的脾气慢慢慢慢的减少 这种喜悦心呢 才慢慢的透出来 这个喜悦是向内心的那个泉水啊 慢慢的涌出来 你不能够用石头给它封住 你封住了 它泉水涌不出来 那什么是石头呢 嗔恨心 那么对于一个临终人来讲 假如一个人起了嗔恨心 在临终的时候啊 这是很大的障碍 这个所以为什么 我们希望就是要祝念 帮助临终人祝念 这个如果临终的人啊 那个身体非常的疼痛啊 经常讲说像身归脱壳那么痛苦 如果你要胖躺 要哭泣 他会痛苦 一痛苦他会产生称恨心 一称恨心就往下堕 这三毒感应的是三恶道 嗔恨心感应地狱 贪心感应恶鬼 吃感应畜生 所以为临终人的护理啊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也是非常功德殊胜的一件事情 那么最好是要祝念 所以学佛团体里面 能够成立一个祝念团 这非常好 每一个学佛的念佛的团体 成立一个祝念团 万一谁家需要帮忙的 立即去祝念 那平时念佛可以作为练习 那么一到该上阵的时候 马上就能够有所准备 平时有训练的 到时候能够不慌不忙 这个秩序有条不紊 轮班都事先做好准备 那么对于那些念佛功夫不得力的人 祝念是非常关键的 在临终的时候就像登山 那个很陡峭的山 如果有人拉他一把 他就比较容易上 你要后面下面给他拉 他就往下坠 所以你祝念等于是把它往上拉 这个能够拉到极乐世界去 要知道 祝念功德不可思议 成就一个人念佛往生 成就了一尊佛 那个佛度多少众生 功德不可思议 那个功德都算在你头上了 所以 那平时对于我们学佛的人来讲 平时用功 要控制贪嗔诚 也不要期望说 临终的时候 有人来帮忙祝念 你这样想的话 是侥幸的心理 就像跟赌博一样 吓得赌注 要吓错了怎么办呢 自己平时用功 不要稀求别人 那我们呢 帮助别人呢 要全心全意 平时用功 检查自己贪嗔词有多少 念佛 你的功德 有念一句佛功德很大 那你如果发一个脾气 那叫火烧功德灵 你的功德全烧没了 所以你的功德有多少呢 从你上一次发过脾气开始算 那天到现在 你就是那么多功德 你发了一脾气 全部都没了 好比我昨天发了脾气 以前的功德都不算了 没了 从昨天开始 再算过 这个称恨之火 受功德灵 所以事真让我们断称恨 能够得八种喜悦心法 何等为八呢 这八种是什么呢 第一 五损脑心 损就是损人力极 脑就是脑害众生 就是如果能够断称恨 就不会有损人力极 脑害众生的这个念头 那么损人力极啊 最终是害己 脑害众生 最后是脑害自己 因果报应 丝毫不爽 所以当我们没有损脑心 损脑众生的心 我们心也倘然 不做亏心事 不怕鬼敲门 心地安然自在 喜悦心现前 第二 五损脑心 这个损脑 就是指 这个 仇恨啊 愤怒啊 他伤害自己 刚才讲的 让自己学业里都中毒啊 那么 没有称惠心的人 他身心都安乐 那么第三呢 五争诵心 这个争就是指争论 争啊 是诉讼 就是 不会啊 跟人家争论 不会跟人家打官司诉讼 就没有这个心 为什么呢 因为他没有 称恨众生的念头 他爱人 如同爱子 真正觉悟的人 诸佛菩萨 看一切众生 跟自己是一体的 所以他能够起大慈大悲啊 一切众生 对他的爱护 就等于爱自己 自爱就是爱他 爱他就是自爱 这个爱心啊 周辩法界 涵盖宇宙 怎么会起 征送心呢 他只会起爱心 所以师父上人 昨天还讲的 爱心里面包括六条 你看 包容 包容不会征送 他尊重 他敬爱别人 他关怀别人 他照顾别人 他帮助别人 这是爱心的体现 所以他跟众生 真正是修布施忍辱 即使是人家对我不喜 人家来老害我 我都不会喜啊 跟人家征送 斗争的心 能够忍辱 羞忍辱 也没有忍辱的念头 不会说 你看我在忍你 有这个念头呢 叫着相 那还不究竟圆满 真正觉悟的人 知道你与我一体啊 这个 那你对我不齐的 就像我自己身体里头的 器官 像牙齿 偶然咬到了舌头 这起的斗争 那舌头 会不会对牙齿 起憎恨心呢 没有啊 为什么呢 两个是一体嘛 舌头也不会想着 我忍耐你 你看我修忍辱心 也没有这个观念 它是一体 自然而然 性德流露 反而如是 那好没有啊 任何的牵强附会 那么第四个 喜悦心法 是柔和而至之心 这是讲啊 这个心态很柔和 柔和是慈悲的表现 啊 他没有对众生 称恨的念头 心地柔和 啊 真能 这个 像孔子 武德 啊 温良 功俭让 啊 他能做到 啊 这个致直 就是正直 他心地正直 啊 心地真诚 这个正直心啊 在大乘启心论里面 讲的菩提心啊 就讲了三条 啊 直心啊 身心 大悲心 这个直心就是 啊 菩提心的体 啊 他不称恨啊 他有这种 啊 正直的心 这就跟啊 菩提心这个直心啊 相类似 啊 所以他能够啊 啊 这个发起啊 这个啊 菩提心 那么第五呢 得圣者慈心 啊 这个慈心啊 讲的是圣者的慈心 它不是一般六道众生的慈心 啊 六道众生的慈心里面有感情 而圣者呢 是诸佛菩萨 他们的慈心里面呢 是 平等的 啊 慈悲 爱护一切众生 啊 那么 第六是 常利益 常做利益啊 安众生心 这是 大慈大悲啊 啊 利益一切众生 让众生得到安乐 所以这第四条 柔和制执心 啊 就是执心 啊 第五条里面 圣者慈心呢 就好比菩提心里的身心 啊 身心是好善好得 啊 第六条 常做利益 安众生心的 就是指大悲心 这是四五六条 讲的都是菩提心 啊 所以 我们求生净土的人 你看 无量寿经理讲的 两个条件 啊 第一个 发菩提心 第二个 一项专念 阿弥陀佛 这是三倍往生里面呢 都得要做到的 而发菩提心呢 摆在一项专念之前 它比一项专念更重要 能不能往生极乐世界 关键在能不能发菩提心 那菩提心怎么发呢 从不称恨 开始下手 那你就得到呢 类似的菩提心了 能够得柔和质之心 能够得圣者慈心 能够得常住利益 按众生心 所以要从控制自己的脾气呀 下手 脾气都控制不了的人 你怎么能往生呢 那么第七呢 是身相端严 众共尊敬 这是指 这个身体相貌 端正庄严 大家大众看了之后 都胜尊敬之心 你的法相庄严 那么这个法相 是须机功累得的感应 那么到如来果位的 这个三十二相八四种好 那是性德的显露 那更是无比庄严了 所以让人天尊敬 阿南看见了 释迦牟尼佛 法相庄严 微观赫意 他就产生了出家的念头 你看对众生的射手 那怎么来的呢 断嗔脑 把这嗔恨的念头 要放下 所以如果是称恨心重的人 你看他的相貌 都变得丑陋 这个一个人本来年轻的时候很好看 老是发脾气 到中年以后 看的人呢 我们看着很浅人 那相貌很可怕 为什么呢 称业的积累 那一个人年轻的时候长得 其貌不扬 不好看 他老是不生嗔恨 老是生喜悦心 他到中年以后 我就很庄严 人家看着他 他都很喜欢看他 我记得那个 我第一次 见到师父 那是在十年前 整整十年前 一九九七年 在美国 我还在读博士的时候 去达拉斯 念佛堂 念佛 我们师父在那里 那个做开示 第一次见到师父 真正我是跟师父也很有缘分 真的看着师父 那叫悟不转经 像地藏经理讲的 悟不战死 为什么呢 师父的相貌 很庄严 很有色受力 起码我心里是这样感觉到 产生恭敬之心 愿意跟师父学习 那么第八 以何忍故 受生犯事 这个何 何忍 何是和睦 忍是忍让 这都是信德 自信本具的 善德 所以能够不称恨 就能够随甚信德 让自信的和睦 忍让 这个德行 自然显露出来 所以我们师父 这忍方面 真的修得到家了 他经常跟我们开诗里讲 韩馆长对他三十年的护士 来折磨他 给他护法 让他修忍辱 不能让他有自己的意见 他就得和忍 和就是跟人家 跟这个团体和睦 修六合尽 忍就是忍辱 一开始内心还会起分别执着 我现在是强忍 忍到最后 顺忍 然后呢 习忍 他很高兴个忍 最后是慈忍 慈忍是慈悲心先前 自然而忍 忍的时候都没有忍的念头 不管什么人来找茶的 他都能忍来 你看前段日子 师父在香港讲经 大陆来了一位出家人 跟师父化缘 说要盖寺庙 师父说 我这个钱都是拿来印经典的 印光碟 专门是红法用的 我一生没有盖寺院 我的钱也有限 我这次不能满足你的愿望 因为给了你 下次有人要盖寺庙 我不给他 这等于对人不平等 这个头不能开 你要经典 我可以无偿 你要多少我都给你 但是呢 要去盖寺庙 我确实没钱 很诚恳地跟他讲 这个出家人呢 那个出家人他就 不能如愿 心里就不太高兴 表现出 不太烦的样子 那么刚好 那个师父讲经的时间到了 师父讲经前半小时 是接待大众的 快到了 那有一位居士说 那我们师父时间到了 那那个请你先上去听经吧 结果他还挺不高兴 他说 我跟师父讲话 不用你们管 那个神情很傲慢 师父一看 马上叫我们旁边的人 你赶快去顶礼 跟他谢罪 那我就跟他 向这位出家人顶礼了 带师父谢罪嘛 哇 他那个出家人看了 很不好意思 这什么呢 何人 真正来 这个 这个找麻烦的 用忍耐 化解 所以我们的师父啊 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 一切的毁谤 侮辱 你看这这一生经历了多少 现在真正做到了 外不着相 内不动心 这是殊胜范事 范就是清净 清净的世界是极乐世界 所以我们师父啊 有把握往生极乐世界 从哪里来的呢 断坛生吃 就能得到 所以要和人 那么若能回向阿鲁多罗 三秒三菩提者 如果能够把这个断贪欲 断这个称慧 我所得到的喜悦心法 这个也不是我所需求的 我所需求的只有一样 就是成佛 广度众生 我只回向菩提 那么到了后成佛时呢 得无碍心 观者无厌 他能够得无碍的智慧 这个无碍是智慧现前了 就没有障碍了 华严经里讲的 理无碍 事无碍 理事无碍 事事无碍 他入事无碍的法界 怎么得到的 永断 成慧 能够使这个相貌 成佛的时候相貌壮严 这个无碍心 就有无碍相 他能够得无量相好 令观者无厌 这是殊胜的果报 好 下来呢 我们来看 斜见 永利斜见 扶刺龙王 热力斜见 记得成就 使功得法 何等为时 一 得真善意乐 真善等吕 二 身性因果 凌允身命 终不作恶 三 为归依佛 非于天等 四 执心正见 永利一切 吉凶以往 五 常生人天 不更恶道 六 无量福慧 转转增胜 七 永利斜道 行与圣道 八 不起身见 舍住爱业 恶业 九 住无外见 十 不堕诛难 事为时 若能回向 阿闹多罗三秒三菩提者 后成佛时 竖正一切佛法 成就自在神通 那么这一段 是真为我们开示了 永离邪见的十种 殊胜的功德 这邪见就是 愚痴 他的这个看法 想法 完全与自信 相违背 那么如果能够离开这个 愚痴的见解 就能得十种功德利益 第一种是得真善意乐 真上等于 你真正离了邪见 这个自然 你所做的就是善业 因为为什么人会造作恶业呢 他愚痴 他迷惑颠倒 觉悟的人他不会做恶业 那么自然 觉悟的人就会跟觉悟的人为物 他自己自受用的真善意乐 他法喜充满 那个他受用 他能够有很好的善友 在菩提道上 共同经济 那么第二呢 深信因果 灵允生命 终不作恶 他断了邪见 必定是深信因果 换句话说 不信因果的人 那就是邪见 那我们问问自己 我相信因果吗 如果你真正相信因果 你就不可能造恶业了 为什么呢 真正相信 恶有恶报 善有善报 对这个深信不疑 他哪敢做恶业呢 他宁愿死 他都不做恶业 所以 问问自己 还会起贪 真实慢吗 如果还会 还是没真信因果 这说明这还有习见 要永离 第三种功德法 我以归一佛 我以归一佛 非于天等 这归一 佛 以佛为老师 佛是彻底对宇宙人生真相明了的人 所以呢 我们以佛为老师 这个天人 虽然他智慧比我们高 福德比我们大 但是他智慧福德并不圆满 我们呢 对他尊敬 但是呢 不必跟他学习 我们只跟佛学习 因为天人他也跟佛学习 你也跟佛学习 你跟天人是师兄弟嘛 那他也对你尊敬 他也爱过你啊 你是他的小师弟嘛 那假如说 我对这些天人 恭敬 如果离开他 不跟他学习了 他会恼害我 那告诉你 这种天人啊 那是妖魔鬼怪 你赶紧离开他 你要不离开他 将来越陷越深 那更不得了 所以这样我们绝对啊 跟佛学习 跟佛学习 一定是人天 敬爱 人天忽耻 诸佛菩萨忽耻 让我们的智慧念念增长 可以协见用力 那么今天的时间到了 我们这一段还没讲完 只讲到第三种 离协见的功德法 那明天呢 我们同一时间呢 继续来学习 那么今天讲课有不妥 错误的地方 请各位大德 各位菩萨 多多指正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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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